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九妹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道龙骨包霸黄花 这个霸黄花是我姐夫晒的 而且今天小绿也有点磕嗽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汤给她喝运运费 这个汤性可以起到清液解毒 几颗化痰的功效 现在我就开始把这个骨头清洗一下 抽一下水 这样喝起来的汤比较心甜 我就放下来 抽一下水了 我现在就把这个八红花放下来浸泡一下 大概放这么多就可以了 这个是新鲜晒的 这些很清 现在我就开始煲汤了 我就用这个炖中来隔水来炖 这个就是我刚浸泡出来新鲜的八红花 这个就是骨头 然后我就把这个骨头放下来浸泡 不要放八红花进去 这个红角去掉里面这个盒 把它撇开 放几片这个酱姜 这样加水来 进去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几句放进这个包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等笋开了 就要慢火来炖 这样就会炖出美味的汤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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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汤已经炖了 好几个小时了 因为刚才下了暴雨 所以我就给它一起炖到现在 哇 这个汤好漂亮 好漂亮啊 我要把上面浮浴肠油 把它拿出来 要不然喝这个汤很累的 好香啊 哈哈 是啊 放盐的时候 不用放太多 现在已经闻到这个大红花跟这个骨头的味道了 这个汤我是特意改小丽做的 因为它这两天已经改了 有点磕 哈哈 拿小丽 你拿尝试一下 哈哈 看不到怎么样 嗯 又香又甜 哈哈 哈哈 那你今天教会了你 你上去 啊 有想去的话 就自己就得拿去 哈哈 哈哈 现在鸡鲤鱼尝过了 哈哈 喜欢小妹的视频 记得点击干净 我们上去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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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上好大的雨啊 大家想了解小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 又下方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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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